Hello各位小仙女 今天要不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期 我近期购入的一些商品和我的空瓶剂的分享 那首先我要讲的呢 就是我近期购入的一些我觉得 比较好用和不好用的东西吧 就是我近期购入的产品里面 我采到的我觉得算是一个雷的东西 应该就是大宝的这个颈腹精华露 这个我是看虎奔奔推荐的时候买的 因为他说这个对油豆皮非常友好 买了之后我用了几天 我发现它有制豆的嫌疑 就是我一用它我就会 脸上就会冒一些小疙瘩 因为你们知道我最近的话 用所有的护肤产品 我都是搭配一个叫线雕的那个面膜去用嘛 然后我每次用它搭配那个的时候 我都会长一些小疙瘩 所以它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让我制豆的嫌疑 我就觉得先把它放入雷品区 然后等到我后面再试几次 如果真的好用的话 我再推荐它给大家 最近还新开了一个这一个 大佬玩女玩的这一个香气漆的美白精华 这个精华在我一年前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但是因为我后来不是一直去弄脸嘛 然后就不敢用这类型的这种精华 然后最近的话我就有把它开开来用 但是我用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感受吧 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没有没有特别特别特别明显的那种感受 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用下去 就把它用完 然后再看一下有什么变化嘛 然后精品购入呢 还有这个大创的霜眼皮贴 像我眼睛上现在就贴着大创的霜眼皮贴 其实我不是一个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一个眼皮非常非常霜的那种人 我的霜眼皮呢是可以贴得很霜 就是我有霜眼皮 但是不是非常霜的那一种 那种内自行嘛 就是那种内蒙古霜眼皮 是吗 是那个嘛 然后我一晚早上起床的话 它有时候是这种大霜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小霜 然后我就会用霜眼皮贴 贴一个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然后再塞掉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就像这样的霜眼皮了 那我现在眼上这个的话呢 我就是贴着霜眼皮贴 为了让大家看一下 我其实眼睛没有 显像中那么好看 是贴出来的 我就觉得大创的话 还是蛮推荐给大家去试一下的 今天的光线不太好 因为这一周都是那种英语天 就是可能会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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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包容一下哦 大创的这个霜眼皮就说完了 我要说一个那个去痘的 也不是啦 就是痘痘贴吧 就是接下来我可能会给大家出一个痘痘贴的合集 因为我买了好几种痘痘贴 然后会跟大家说一下 哪一种痘痘贴我是喜欢 哪种痘痘贴我是不喜欢 但是我首先要说的这个呢 是我最近买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喜欢 它也算在我的雷瓶里面吧 就是我不会回购它 它的那一种吸出来的那个效果 我觉得没有特别好诶 然后又很黏 就是你撕下来的话 你会感觉你的 就是那个痘痘 就贴的那一块感觉不太舒服 然后我还买了几个其他牌子的 到时候给大家一起说吧 就这个牌子的痘痘贴 我要暂时放入我的雷瓶里面 我也是看一个油豆皮的博主推荐了 我去买的 结果 踩雷了 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呢 就是我前面说到说 我最近护肤 每天晚上护肤的最后一步呢 就是它 就是这个 陈百娜的这个 医用生物修复膜 它是 我是叫它线雕 因为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提拉的效果的嘛 但它在我的脸上呢 并不是起到非常大的提拉作用 而是有修复的作用 还能控油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很迟回家 然后 但是我还是会扶着它睡觉 我就每天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扶着它 然后干了之后就睡觉 然后 它是可以 八个小时停留在脸上的 然后 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撕到它就好了 但通常我 没有到早上它就会被我撕到 因为半夜的时候 因为我睡觉非常不老实 我就很爱在枕头上蹭啊蹭的 然后蹭了之后呢 我就会直接把它半夜的时候就给撕了 但是这个的话我真的很好用 你们看我回购了多少 你就知道了 这是我近期回购的量 那你们看下我的空瓶有多少 就这里就还有五个空瓶 全是我用关的 我是一月还是二月的时候才开始用的 我就用得非常的轻 因为我每天都会用 你看 这就是我空瓶的所有前板 然后我现在再用第六支了 然后第六支也快空了 然后还有四个囤货 这个有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囤很多 因为非常的好用 现在进入的就是空瓶的环节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浓潭这个精华 我不做多说了 我怕大家觉得我一直在打广告什么的 反正这个很好用 我也是用来搭配线雕使用的 这个非常好用的推荐给大家 它主要作用的就是 看眼花修复 然后稳定的皮肤 还可以看一眼 就是精华部分的空瓶 除了浓潭呢 还有两个 一个是菲丝尼的这个美白精华 就是这个菲丝尼的美白精华 我在美白精华那一期视频里面 已经推荐过了 大家可以去看那一期 所以就对它的那个功效和效果 和使用感受不多做赘述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一个美帕的这一个毛孔精华 这个毛孔精华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搭配那个线雕使用的 它搭配线雕使用 去黑头 然后去这一块痘的那个效果 非常明显 为什么 你们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那我没有继续回购 用它来搭配线雕 因为我在试别的东西 我就想说试一下别的东西 搭配线雕能不能替代它 能不能替代它 因为它价格还蛮贵的 如果说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它 来搭配线雕的话 我觉得对学人胆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选择 然后接着要说的呢 就是两个截面 一个是衣裳的截面 一个是亚莎尔的这个截面泡沫 亚莎尔这个截面泡沫 价格是截面的不到一半的价格 然后挺好用的 我是纯精和晚精 我都会用到这两个截面 这两个截面都已经空了 我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我截面非常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 这种截面泡沫类型的 因为它们比较方便嘛 我不用手打泡 就是虽然我也开了一些 那种需要手打泡的那一种 但是我还是先把它们两个 给用完了 然后接着要说的呢 是一个酸类的 也是一个酸类的东西 就是这个果酸的棉片了 这个的话在微博上 我看很火很多人都在推荐 然后我直接入的 就是2%的那一个浓度的 因为我是一个糙皮嘛 我就是用那个伯乐达 都没有什么感觉的 所以伯乐达的话 在我脸上的效果 没有前面那个 美帕毛孔精华的效果好 因为美帕毛孔精华的 那个里面酸的成分比较多 就我上脸的话 我会觉得 嗯 效果比较好 然后这个的话呢 我的 这个是已经空瓶了 这一瓶是已经空瓶了 你看 已经不适合 然后这瓶是我新回购的 然后也已经用了几片了 就我晚上的话 会用它来当做 二次清洁的一个 那个东西使用 而且我是直接湿浮 就是浮在我下巴斩痘的地方 你们可以 就是你们看视频就知道 我最近斩痘的 都斩在这一块嘛 因为我一直在吃甜品 为什么吃甜品呢 就是因为我开店了 然后你们不要再劝我说 哎呀 斩痘都不要吃甜品 不要熬夜了 这些道理我都懂 但是因为我现在在创业 我没办法选择 就是你必须得付出一些什么 你才能得到什么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吗 突然间的心灵集团 有点醉 我最近我也想控制 我那个痰分的摄入 但是我没办法做到 因为我身为老板的话 你得自己去尝试啊 你不可能让你的店 就是一直停留在一个 某一个阶段 然后不去创新吧 然后这个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因为它价格不是很贵 如果说你们觉得 像博乐达水然酸啊 然后美化毛肝金花啊 这些价格 稍微对学生胆来讲 对学生胆的你们来说 比较贵的话 推荐你们试一下这个 但是这个的话 我无建议你们学我湿浮 你们可以去买那种 0.5浓度的 或者1浓度的 然后来擦脸就好了 那我是 我是没有 我是一个非然操的皮 我都直接用它湿浮 5到10分钟 它这边的话也是说 要擦湿脸不能湿浮 那我用了 我用它湿浮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学我 你们得找到自己的方法 去用这个果酸棉片 然后接着要说的呢 是一个水是美帕的 这个细胞水 这个细胞水 它的作用呢 是二次清洁 然后可以起到一个 去环去黑头和体量的效果 它二次清洁的效果 是真的非常牛逼的 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 有发过一个 我擦脸的小视频嘛 就是它擦完以后 真的能把你脸上一些残余的 那种脏的东西给擦下来 然后它断货了 因为太好用了吧 然后就断货 断货很久了 有好多妹子一直问我 这个还有没有 然后一直在等 就是已经等了两个多月了 都还没有到货 然后我这瓶也已经用完了 但是我新入了那一个 米贝尔 就现在非常火的那一个水嘛 然后它没到 等到了 试用觉得好用了 再分享给大家 然后接着要说的呢 是一个眼霜和一个面霜 就是衣衫的眼霜和面霜 然后这两个我都空瓶了 衣衫呢 主打的就是爱地本 爱地本是什么呢 就是菊瘫精华主打的那一个 就是可以起到一个 看氧化的那个效果的嘛 然后我觉得衣衫 这个眼霜和面霜 最大的效果就是 它在保湿的同时 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油腻 就作为一个油豆皮 你夏天用它们两个 都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就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衣衫这个面霜 现在好像也是断货中 眼霜的话 好像也差不多吧 就是卖的特别好 然后我面霜还有一个囤货 眼霜好像是没有了吧 但是我最近开了 治本的眼霜 还有可力尽的那个 负能眼霜嘛 然后接下来 我可能也会试 那个米贝尔的眼霜 所以说我就暂时先不回购了 因为我也想给大家 多试一些新的产品嘛 就是如果新的产品 好用的话呢 就不一定就是 非要一直用一款产品 当然我这个人 就是用到一个好用的东西 我会一直用 用到腻为止 然后接着要说的呢 就是三款身体乳了 一个是这个 这个牌子的 然后这个我已经具体的分享过了 然后它就 主要就是去鸡皮嘛 就是我鸡皮非常的严重 我的腿 鸡皮真的非常的严重 等夏天拍穿的视频的话 你们估计都还能看到 我腿上的一些疙瘩 就是非常的严重 这一瓶呢 也是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一个视频里面也推荐过 它也是去鸡皮的那种身体乳 我也用完了 然后还有就是郁泽的这个 屏障 修护屏障的身体乳 我是冬天用它来搭配这两个用的 它的主要作用 好像是修护皮肤屏障 然后止氧啊 缓解干燥嘛 但是 我觉得它在我身上 止氧和缓解干燥的效果 并没有特别的好 所以说 我今年冬天 不会再回购它了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 别的身体乳 跟它们两个搭配 我觉得治本的身体乳还不错 到时候我就是 会搭配一下 看看好不好用 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然后接着要说的呢 是两个泄润的东西 一个是这个 高色粉瓶 真的这个 我也不想再多做赘述了 我说过非常多次了 然后终于要把我的囤货用完了 我开了最后一代的替换砖 然后还有 那个尼维亚的这个眼唇线 这个的话 我之前在B站和微博 动态都有发过了 我有在天猫超市买了 那个国内版本那种 小瓶砖的 买的十瓶还是多少瓶 就是很划算嘛 然后我之前买的都是这种大瓶的 然后是 有送唇膏的那一种 也还不错 这种的话 好像是俄罗斯产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反正价格都不是特别贵 还蛮好用的 那个小瓶呢 我是觉得出门 鞋带非常的方便 可以推荐 那种比较多经常出差 或者是出门旅游的人 去买那种小瓶砖的 然后接着要说的呢 是两个洗护产品 一个是这个预发的 那个白柳皮 我已经空瓶啦 你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个 就是伯乐达的这一个 那个巨蟹护发露 它是直接用在头皮上 那种护发露 不是用在头发上的 然后这两个搭配的话呢 头发长长非常快 你们去发一下我的视频 我是一月的时候 把头发剪了非常短的 你们看一下现在 现在我已经可以 把头发架起来了 还可以变小便了 它的那个生发效果 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们可以看 长得多么的快 而且它们控油的效果非常好 我偷偷说一下 我就前段时间健身的时候 因为天气没那么热嘛 然后我汗就没有出那么多 然后我都没有天天洗头 我就是隔一天洗一次头 所以说它们的这个控油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你没有大量出汗的情况下的话 控油的效果其实是很棒的 然后生发的效果也非常好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这个价格也不贵 这个会稍微有一点点贵 最后一个要说的空瓶呢 其实它也不能算是 近期的空瓶吧 就是我近半年 然后空了的 两个 Covermark的这个粉底液 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这个是还囤了 囤货了两个吧 还是几个 太好用了 如果它停长的话 我可能会哭泣 就是我所有的粉底液里面 我最爱的就是它 然后百直翠 还有那个保龄的气垫 但它是第一名 我可以实话实说 就是它在我脸上 绝对是第一名 就是我如果要出现 什么非常重要的场合的话 我能想起来的粉底液 绝对是它 然后我最近还新入了一些 就是国外的粉底液 然后准备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但是可能要等到五月份了 因为我不是要做点证嘛 然后中间一段时间 我估计都没办法化妆 你们就期待一下吧 然后就是国外的牌子 我其实还蛮想把粉底液 这个测评的专题继续下去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皮肤 非常多问题的人嘛 然后会斩痘 然后有毛孔会出油 很多人可能会说 你皮肤状态差的时候 就不要去做粉底实测的视频了 觉得吧 我就是想在我皮肤状况 差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因为很多斩痘的妹子 皮肤状况都不好 他们就是 就是 我能够理解那种皮肤不好 然后你想化妆 遮盖一下那种心情 就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你的粉底液用对 然后还有你卸妆的方法 对的话 卸得干净的话 其实它是不会加妆你的痘痘的 就是我 三到四月吧 这段时间 我化妆的时间非常少 真的很少 一周可能就化一到两次的妆吧 没有经常化妆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 我的皮肤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那该斩痘还是斩痘 然后该不好还是不好 该暗沉还是暗沉 该出油还是出油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 还是要看你自己选择的粉底液吧 然后还有一些你护肤的那种方式 还有卸妆的方式 所以说斩痘我觉得是可以化妆的 就是你要慎重的选择粉底液 和卸妆的产品 那今天的这一期 新入的雷瓶吐槽和空瓶剂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多多给我投币支持弹幕转发点赞哟 那你们也可以在弹幕里面跟我互动 说比如说我介绍这些产品 你们有哪一些想后续详细的看我一些反馈的 或者说你们有使用的 有什么感受都可以在弹幕里面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一些产品的 使用的感受都是不同的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我也希望能看到你们别的意见